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5月20日 汉堡冲击哈华柏林 德国甲祖联赛周五凌晨迎来附加赛首回合的角逐 届时哈华柏林率先坐镇主场迎战汉堡 汉堡收官阶段表现极其出色 而哈华柏林原本无需出战附加赛 但由于最后二轮全败才沦落到如此田地 考虑到双方士气方面的差距 还是更为看好近况不俗的汉堡能够做客取胜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如果说哈华柏林的前半季都上算交道功课 勉强排在德甲积分榜中下游的话 那么进入2022年之后 哈华柏林整体表现却是在下滑 首先他们以一波联赛九轮不胜开启2022年的联赛征程 然后在接下来的五轮当中取胜三场 一度令人看到了提前上岸的希望 最后却以一波三轮不胜 然后在史特加最后一轮绝杀科隆后 哈华柏林最终以第16的成绩进入附加赛 可以肯定的是哈华柏林士气方面难免有所泄气 事关原本可以提前上岸的他们却没有把握住机会 更为糟糕的是哈华柏林经济后防表现极其糟糕 军场失去2.09球 甚至比已经遭遇降班的比勒费尔德还要多 单凭如此防线能否抵挡住汉堡的冲击 的确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与此同时 他们经济进攻端的表现一难言理想 军场入球数不过一球出头 阵中入球最多的组维迪还身处伤兵名单之中 单靠伊沙克 贝科迪尔在撑起攻击线并不现时 哈华柏林士意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还有门将洛特卡以及后卫马顿 达黛尔等人因伤缺席 汉堡在收官阶段和哈华柏林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 前者在最后五轮大获全胜 亦因此排名升至第三位 在达斯泰特等队伍手中抢过了升班的一线生机 士气方面之高可想而知 五连胜期间 汉堡攻防两端表现超常发挥 军场得失球比为3.2比1 至于 他们经济联赛34轮过后 该项数据为1.97比1.03 二格拉迪斯的表现值得留意 士官在最后五轮当中 他一共为球队贡献了5球 最后三轮甚至连场破门 另外M卡奥夫曼 S.史赫拉以及华格路文 这三人均个人能够贡献2球 完美权势和为兄弟同心其力断金 更为有力的是 汉堡在这波五连胜当中 多达三场是做客出战 这对手回合率先做客的他们来说 无疑增添了几分底气 再者双方上一次碰面是一场友谊赛 汉堡该一甚至二球零封了哈化柏林 相信升班欲望极为强烈的汉堡 能够先下一城 阵容方面 后卫添姆利波特和中场苏赫尼因商免疫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